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跟我们一些危险因素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的遗传因素 还有我们的环境因素 饮食 另外就是我们一些生活习惯 或一些其他的一些高危的因素 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的不爱运动 体重增加 还有就是什么不爱吃蔬菜 那么这些 另外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我们的糖尿病 高血脂 还有一个什么高同性半管氨酸 那么这些活病因素都可能是什么 我们高血压的危险因素 比如说还有就是什么 盐摄入过多 那么这也是我们什么 那个血压增高的一个